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时越南有南越和北越两个政权 南越亲美是资本主义阵营 北越亲苏和中是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场较量 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 又是越南的邻居 毛主席不顾新中国的鸡贫鸡肉 还是拿出了600亿人民币支持北越 到了1965年时 美军在越南的军队人数已经超过10万 无论在武器和后勤补给方面 美国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为此北越领导人多次前来中国寻找对策 林彪通过和北越领导人的几次接触 帮助他们制定了一个战略上的方针 就一个字熬 指的是越南人可以利用丛林战与美军一直熬下去 不谈判 也不进行正面作战 所以要把美国拖死 这个方面很实用 越南战争一直打了20年 就是熬的体现 随着美国在越南投入的资金 兵力越来越大 伤亡也就越来越大 美国国内反战人就越来越多 这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 等到尼克松上台之后 他极力想从越战的泥潭中挣扎出来 这点被毛主席看到很透 于是毛主席又为北越制定了一个方针 还一个字面 是指从之前的大小的胜仗 到如今打了一些大的胜仗 为美军造成更大的伤亡 让美国内部反战人士 给尼克松继续施压 最终美国扛不住了 宣布从越南撤平 越南实现全国统一 林彪和毛主席一人出一个字 就帮助越南打跑了美国 令人没想到是 越南后来膨胀的 竟然在苏联的默契之下 入侵柬埔寨 还对中国进行挑衅 最终爆发了中越战争 今天的历史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您对此文有不同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就点赞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